就当郭玲玲坐着李有才的自行车离开了郭家之后 二亲妈慌忙地从另一边进了郭家 不好了杨妈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二亲妈 你家小女儿在监狱里打架斗欧贝多判了五年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杨翠花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可能啊 我家玲玉这么乖巧懂事 她怎么可能会狠逼人打架呢 你听谁说的 从监狱里传出来的 我们这一片的都知道这是性了 杨妈啊 你这小女儿算是多灾多难了 等玲玲回来我一定要去里面问问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了晚上 郭玲玲和李有才也到了目的地 这次是她第一次接受别人的邀约 她尽管知道今天晚上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郭玲玲并不是真心喜欢李有才 但为了明天给自家母亲治眼镜 还是可以适当委屈一下自己的 愣着干啥呢玲玲 跟我进去吧 好的 有才 两人进了里屋之后 郭玲玲却似乎内心在做什么挣扎一样 一直攥着手紧张地站在原地 玲玲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啊 玲玲 我做了一大桌子的饭 我还买了两瓶酒 快过来一起吃饭吧 随后两人就开始了晚餐的时光 玲玲 咱俩喝点 我不会喝酒 就不喝了吧 咱俩好不容易一起吃饭 不喝酒那就太不够一丝了 喝点吧 我真的不会喝酒 真的不会喝 主要是郭玲玲怕被对方灌醉 然后被对方图谋不滚 好吧玲玲 现在太晚了 晚上住我家吧 算了吧 我答应我吗 说今天晚上早点回去的 你等会就送我回去吧 好吧玲玲 那吃完饭我就送你回去 到手的牙子怎么可能就让你跑了 我等会就假装喝醉了 走不动路了 你家里我家少说也有好几公里 我就不信你能走回去 两人吃完饭后 郭玲玲正准备起身回去 却看到李友才喝醉了酒趴在桌子上 郭玲玲上前推了推李友才 友才 你醒醒啊 你该送我回去了 可李友才还是没有回应 郭玲玲又推了几次 还是没见对方有反应 我也没见你怎么喝啊 你怎么醉成这样 郭玲玲看到李友才身旁放着的酒瓶 她上前拿起酒瓶闻了闻 一股可乐味 很明显李友才并不会喝酒 你再不醒来我可就回去了啊 郭玲玲见对方还是没反应 就朝门口走去 走到一半却被李友才叫住了 郭玲玲 我帮你加这么多忙 甚至都送钱给你吗 你为什么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 不是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这段时间我家里发生太多事情了 你得让我还还可以吗 友才 我不管这些 我就是感觉你不是真心喜欢我 终究还是我人傻钱多 我不配得到真正的爱情 你对我哪怕有一点的感情 在这个时候你都不会选择离开 如果你觉得你确实没办法喜欢我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回家 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了 友才 你听我解释 我是真心想和你在一起的 只是我妈这边对你有点意见 我还是站在你这边的 好吧 那我现在还要送你回去不 不用送我回去了 太晚了 今天晚上只能先睡你家了 你家里有空床位吗 李友才一听到这个立马就精神了起来 走上前拉起郭玲玲的手 你和我一起试就行了 放心 我绝对不碰你 随后两人手牵手一起进了卧室 不得不说李友才这招玉情故纵用的确实是好 最后郭玲玲半推半就的就被李友才扶到床上去 李友才去墙边把灯衣关 今晚的两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李友才也终于如愿以偿 第二天一大早 李友才把郭玲玲送回了郭家 郭玲玲一进门就看到杨翠花已经坐着等她了 妈 你今天起这么早吗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回来 李友才说昨天太晚了 我就住在她家了 你妹妹在监狱里出事了你知道不知道 灵狱出什么事情了 听二亲妈说 灵狱在监狱里和别人打架 差点把别人弄死 最后对方被抢救回来了 灵狱因被这个事情还被多判了五年 本来过三年多就出来了 现在至少要在里面待上八年半 我也不知道现在灵狱怎么会变成这样 就从我们上次去看她的时候 她就有点不对劲了 妈 我们去监狱看看灵狱吧 我就等你回来我们准备去看看呢 一旁的李友才见状也是非常熟练的搭起了话 那我陪你们先去看灵狱 下午我们再去治眼镜